嗨,相信你对代词一定不陌生 代词,顾名思义,主要起代替的作用 代替人的叫做人称代词 这个视频我们来看看人称代词 对于人的称呼,无非是你,我,他,你们,我们,他们 所以详情见下面的表格 首先看单数 第一人称,主格是I,宾格是me 第二人称,主格是you,宾格是you 第三人称,主格是she,he,it 宾格分别是her,him,it 再来看复数 第一人称,主格是we,宾格是us 第二人称,主格是you,宾格是you 第三人称,主格是they,宾格是them 从表格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 人称代词主要按照三种方式来分类 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 其中有的同学可能在琢磨 他怎么能用来表示人呢 这又是中英文的一个差异了 中文我们不能用他来指代人 但是英文中的it虽然翻译成他 但是有的情况下是可以指人的 下面我们说一说it在什么情况下指人 第一,指身份不明的人 比如门外有人敲门 你不知道是谁 不知道是男是女的情况下 就用it来指代门口的人 比如someone is knocking at the door please go and see who it is 有人敲门去看看他是谁 第二指婴儿 婴儿第一眼看过去 从面部特征来判断 很难说出是男孩还是女孩 所以用it表示 比如电影星际争霸中 船长驾驶着一个很大的宇宙飞船 撞上敌人 想与之同归于尽 同时这艘飞船上其他人已经乘坐小型飞船逃离了 包括船长的妻子和马上叫出生的孩子 船长和妻子保持着通话 这时只听哇的一声 孩子出生了 船长立刻激动地问道 What is it? 如果不知道it可以指代婴儿 同学们可能会理解成 生了个什么东西? 难道生了个哪吒吗? 哈哈 想象力不要太丰富哦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it的其他用法 第一指时间或者季节 比如 It is summer It is ten o'clock 现在是夏天 现在十点钟了 第二指代天气 比如 It is sunny 今天是晴天 第三指代距离 比如 It is about ten kilometers from here 距离这里大概十公里远 OK 我们总结一下 这个视频我们讲解了一部分人称代词 首先这个表格你需要记牢 其次我们讲解了其中it的特殊用法 第一是指代身份不明的人 第二可以指代婴儿 最后呢 就是it的其他用法 第一指时间或者季节 比如It is summer 现在是夏天 第二指代天气 比如说 It is raining 天在下雨 第三指代距离 比如 It is about ten kilometers from here 距离这儿有十公里远 学习完毕 快去闯关练习啦 Oh yeah It is better 好